爸 您这是干什么 好端端的修什么灯泡 我不是说了吗 我会叫人来修的 就惯灯泡这个小事 我想着我是可以的 爸 我每天工作已经很累了 我不图你们帮我什么忙 只要你们安安生生的 别再添麻烦了 行吗 总监人最近老犯困 我要是不睡着觉啊 我帮他扶着梯子 他就不会摔了 行吧行吧 我还要去加班 你们俩早点休息 对对对对 我请你 来 修总 方案我发给您了 好嘞 老头 二四回来了 这个方案做得不错 明天早上就发给贾方吧 对了 关于你升职的事情 想好了吗 秋总 我知道让我去分公司做副总 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我爸妈年纪大了 体力和精力都跟不上了 今天我爸还摔了一跤 我更放心不下他们 自己一个人到别的城市工作了 行吧 那你再考虑一下 机会难得 好的 我再考虑一下 我爸 我再考虑一下 老不了 可不能拖儿子的后腿啊 是啊 嗯 儿子是担心你的体力 儿子是担心你精神头肠 可服 一定要可服 一定要可服 哎哎哎哎 干什么呢 放下我来 他也才摔着别折腾 哎那是意外 你爸我的身体刚刚的 起来 快跑了 哎 哎哎 哎 哎 你咋不嘞 我还能坐神蹲 哎 哎 哎 怎么样 再给你来一个 哎呀 看见了吧 你爸我还能扎麻糊呢 是挺意了 不要换上我啊 哎 我要去上班了 好嘞 别装了 儿子都走了放下吧 放不下了 不要 叫救护车 我懂得了个老 哎 好好好 不是妈 这都凌晨了 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你不是经常说你精力不够吗 我精力好得很 我要把这一百多集电视剧呀 一口气看完 您早点休息 我先去睡了啊 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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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妈可真摔了 好疼 这老太太精力还挺好 好疼 儿子啥时候回来 电话打不通 没有儿子中秋节啊 他正有点不习惯 我可提醒你 咱们家儿子好不容易决定去了 咱们可不能托他的后头 我知道 你先吃吧 妈 妈 我回来了 你咋突然回来了 爸妈 我申请了异地办公 以后 只用定期去分公司开会就行了 太好了 爸妈 这是我给你们带的中秋礼物 那我看看啊 这个地方给我再贴开靠样 我这老药是真的疼了 我看你这身体 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像你年轻的时候 抱着两个水头 来扎一小时马虎都没问题呢 妈可 现在是真的老了 我看你这个精神头啊 跟之前相比也是差一点的 嗯 再坚持坚持 别让儿子担心 让他放心地去分公司工作 咱们可不要拖了他的后腿呢 只要捅 没办法 你只能吃多了 这牙呀 酸腾酸腾的 是好 不是 王炸 你确定要放弃这次结婚吗 嗯 我怕飞得太远了 有一天我找不到家的方向 我相信你到哪儿都会发光 谢谢舅舅 阿姨 你你办公还真好啊 爸 好久没下棋了吧 吃完饭杀鸡菊 我现在特别有劲 一会儿的 定杀你个变家不留 谁怕谁 沉翔六点半